那么说完了韩正的决策 韩正的内容以及寻证韩的设计 我们再来看看韩正的实施以评价 对吧 刚才我说的是 这个我确定对什么 要不要做韩正啊 对什么做韩正 对银行存款还是运收账款啊 这个韩正的寻证韩的设计啊 对吧 说完之后呢 我们下面就是设计完了寻证韩 我是计计师还是消息师 反正我要开始韩正了 对吧 我要实施以及要做评价 那先来看看韩正发出钱的控制措施 也就是说你设计完寻证韩之后 你是不是从设计完了之后 还要有一个发出给被寻证方的那个过程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里边还是有一些重要的知识点的 那首先一点 大家想想 我们是要寻证的是跟被审单位有关的 比如说我要寻证被审单位的客户 问客户是不是欠被审单位钱 对吧 问寻证被审单位的这个存款的账户的银行 问银行被审单位是不是在那里开了账户 对应着有多少道银行存款 所以呢 你想这些应该都是以被审单位的名义 你想如果不是以被审单位的名义 你住审单位的名义 人家那个客户或者那个银行说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是吧 你为什么要问这些 人家涉及到可能都是银行的一些 这个商业机密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要以被审单位的名义就是必须要盖上被审单位的章 这种还要盖上被审单位的章 盖章就叫做名正言顺 名正言顺 然后呢 由注册快许师直接发出也很重要 直接发出 什么叫做直接发出 就是你比如说被审单位 这个注册快许师你最近比较忙 我们帮你发出去吧 或者是用被审 注册快许师发用被审单位的这个邮寄系统吧 就有可能有问题 如果被审单位的人帮你发 有可能偷梁换柱 偷天换日 直接拿一个可能对被审单位有利 但是实际上是有问题的信息 而不是注册快许师要去证明的这个信息 对吧 然后呢 这个 如果是用被审单位的邮寄设施 注册快设施发呢 有可能这个邮寄设施 他刚放的邮寄设施呢 就又被换了 所以我们讲啊 盖章很重要 对吧 就是要明正言顺 被寻证的一方 你看啊 确实是这么回事 是人家来问这个事情 然后由注册快许师直接发出 不能说让被审单位的人帮发 或者是也不能用被审单位的这个邮寄设施 那么再往下看说 注册快设需要恰当的设计寻证函 并对寻证函上的各项事项充分核对 比如说 看啊 核对哪些呢 寻证函当中填列的需要被寻证者确认的信息 你问的这个信息 要跟被审单位有关记录保持一致 什么意思啊 要不一致的话 那不就坏了吗 记录记录这个数 你问的不是这个数 那你不要想证明的就是这个数有没有问题吗 结果你用了另外一个信息 那不就错了吗 对吧 你人家回来说 啊是对的 结果你说的是这个信息对 但这个信息又跟他不一样 记录上又记录这个信息 你说你到底想证明什么 不就是没有用吗 对吧 第二就是考虑被寻证者是否适当 包括什么能力知情还有客观 对吧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是否在寻证函当中填列了被寻证者 直接向注册会计师回函的这种方式 是不是正确的 刚才我们说过了 寻证函设计好以后 要盖上被审单位的章 对吧 要盖上被审单位的章 这叫做明正言顺 要由注册会计师直接发出 同时我们要求注册会计师发给那对方以后 对方回函的话 要直接要寄回给谁啊 寄回给快计师事务所 寄回给注册快计师 而不能说我寄给被审单位吧 不行 我们说这个过程要严格的控制好 对吧 因为我们就担心这个过程当中被篡改信息了 是不是 但我还要再说一个细节 你说这个寻证函 可不可以被审单位的人来设计 我们说多长是注册快设计 但是被审单位的人 是可以填写寻证函 这个没问题的 填写完了以后 注册快设计师一定要再核对 明白吗 就他可以填写 他因为盖他的章吗 他可以填写 但是注册快设计师一定要核对 也就是说 在注册快设计师自己直接发出寻证函之前 发的这个寻证函 注册快设计师一定要再确认一下 明白吗 否则的话 比如说这个注册快设计师 把这个宣承函 被审单位去盖章去了 被审单位填写了 其实这些到这都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注册快设计师不核对 直接发出 这就有问题了 我们说了 既不能由被审单位的人发出 也不能由被审单位的这个 邮寄设施 对吧 也不能用这个设施 更不能说被审单位的人设计好了以后 注册快设计师不看就发 如果注册快设计师核对了 那没问题 再来往下看 说是否已将被审单位的名称 地址与被审单位有关的记录进行核对 以确保审证函中的名称地址等没有准确性 对吧 你看这些信息也要核对 你看我要证的信息要核对 对吧 然后呢 对于这个被审单位的这些名称什么的 也要核对 就是你是不是记录到了 这个寄给了 这个跟被审单位 田内的这个信息 一致的对方 是吧 你想如果不是的话 比如说被审单位说 我欠的是A公司 这个A公司欠我一千万 实际上人家没欠你那么多钱 结果呢 被审单位啊 让注册快计师寄到了什么地方去 寄到了被审单位的一个关联公司去 他就告诉关联公司了 如果你收到了一个说 你是不是欠一千万的这么一个 这个寻证行啊 你就直接给他回回 确实是 那不就坏了 是吧 他自己寄的那个 客户的信息是OK的 对吧 但是他让你寄到了另外一个 他的关联方那边去 你以为你寄到了 给客户那边去了 那最后呢 你确实收到了一个 肯定的回复 肯定的答复 但是实际上 是他的关联方给你的回复 而不是他的客户给你的回复 是吧 所以这个信息一定要确保完全 完整啊 那么在这个核对的过程当中 怎么样来核对呢 那这块给了信息 比如说我打电话 打公共查询电话啊 从网络这个公开的一些网站上啊 官网上啊 是有一些谎页上啊 对吧 来获取到这些信息 也就是说 如果考试的时候 不做题 出题的做题的时候呢 也经常会给你这种啊 信息说通过这些信息的查询 确定啊 这个给他的这个 寻证方的相关的这个信息啊 然后呢 再给他激发寻证行 我要告诉大家 你要去要考虑一下 他说的这种查询的方式 对于咱们用常识来判断 其实就能够判断出来 到底恰不恰当 合不合适啊 比如说通过公共电话查询 通过官方网站 这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是能够确定他的这个信息是OK的 对吧 那么这是我们说 在寒证寄出之前的控制 刚才我们强调了好几点 对吧 再来看 寄发的过程当中啊 因为我们讲 对于寒证的寄发 其实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 比如说邮寄的方式 给对方寄过去啊 比如说跟寒的方式 我亲自到被寻证的一方啊 还有就是电子的方式 我们分别来看啊 比如说对于邮寄的方式 发出寻证寒 邮寄 尿油给对方 对吧 刚才其实我们也谈到 邮寄的话 最好 这个通常啊 不是最好 通常为了避免被篡杆 被拦截 我们在邮寄的时候 住宿会是核对完了 相关的信息之后 对吧 要自己亲自取邮寄 独立取邮寄 而不用被审议单位 本身的这个邮寄的设施 啊 比如说我到 自己到邮局取邮 邮局不是被审议单位 他不能控制的 对吧 但如果比如说我用了 这个被审议单位 自己的一个物流的公司啊 或者是说跟被审议单位 建立的关系的一些物流公司的话 啊 那么可能物流公司都不清楚 但是被审议单位啊 就是物流公司就以为 这是被审议单位的信息 对吧 跟他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被审议单位偷偷去换了 这个信息了 那不就不行了吗 那么这是邮寄 再来看根函 根函也有很多的 这个可以做的文章啊 就是住审会议室 有可能会独自 自己去被审议单位的一方 或者是在被审议单位的员工的陪伴之下 亲自将寻议单位送到被审议单位的一方去 那么这个过程就要考虑几个问题了 比如说 我跟被审议单位人跟我去了 去呢也挺好的 其实就是让人家 是给他们这家公司办事嘛 那么去了之后呢 你想想 这里边就要有一些可能需要关注点 比如说 这个被审议方 他收到了被审议单位 跟着去的那个员工的一个眼神 确认过眼神 然后就开始帮着被审议单位去舞弊了 当然我们说的有点像 这个电视剧电影的桥段了 但是呢 戏剧都来源于生活嘛 对吧 我们说 所以我们说 如果是跟寒的方式 被审议单位员工如果陪同的话 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时刻保持控制 控制什么 杜绝或者是说 防止被审议单位的人员 陪同的这个人员 跟被审议方之间的这种现场的串通舞弊 对吧 那还有听说 这个注射会议师去那了 注射会议师呢 去做了其他的这种访问的事情 让被审议单位人员 去跟被审议方一块来完成了某些寻议的事情 这更可怕 这肯定更不行了 所以你既要自己亲自去做 不能让说 我去干别的事情 让被审议单位的陪同这个人员 跟被审议方去完成你要喊这个事情 还要什么 还要说你亲自做的过程当中 要避免被审议单位的人员偷偷摸摸的跟这个被审议方之间的这种现场的临时的这种串通有弊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你不是跟函吗 你到现场去获取证据吗 你要确定 这个被审议方在核对核实你要喊证这个信息的过程当中 这个被审议方是认真对待的 是吧 是人对待的 比如说就有可能会出现什么 这个被审议单位的这个人员跟着去啊 他没有做什么舞弊的事 倒挺合规矩的 但是呢 我到那儿问这个被审议方说 是不是有这么个信息啊 被审议方连查也没查 直接告诉我 是的 对的没问题 我们说这种情况也是有问题的 对吧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被审议方要把你要核对那个信息啊 通过了相关的这个检查呀 相关的程序执行之后 认真核对完了以后 认真核对完了以后啊 再给我做出这种答复 这个时候 你跟含获取的证据才是靠谱的 而且当你获得了这个学生含之后 等回含之后呢 这个在被学生者核对并确认你 回含之后 他要核对 被学生者要核对 要确认啊 然后呢 由注册会议师啊 亲自将回含带回 在我们实务当中呢 这种邮寄和跟含的方式 还是比较多见的 当然还有一个是电子啊 是电子 我们在电子之前 我们还要再把这个根含那块 再稍微强调一下 说如果认为根含能够获取的证据 比较可靠 注册会议师这个 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对吧 如果被寻证者同意 注册会议师独自前往的话 那可以独自前往 如果这个被宣担的员工陪伴他 我们说了 要对这个过程当中啊 对寻证含要保持控制 要防止这个被審计单位的人员 就是陪同的这个人员和被寻证者之间的这种串通舞弊 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 邮寄和根含的方式 这是比较普遍运用的寒证的形式 那现在呢 随着大数据信息化之代到来 数字化的不断的推进 和在审计当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们对于电子形式的 寻证含的一个发送呢 是应用的越来越普遍 应该来说推广 越来越有效率啊 就是在大力的推广 当然对于寒证 采用电子方式 我们说还要特别关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种 信息安全环境的一个考虑 是吧 大家想电子形式电子形式 如果这个信息安全不到位的话 就很有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比如说有一些这种篡改啊 拦截的这种方式 从而导致里面的电子寒症 最后获取的信息不可靠 对吧 所以我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一定要注意营造安全环境啊 这个从而来降低风险 我们跟大家要强调一下 比如说如果说到我们做 过题的时候遇到了类似跟这个电子方式 含症的这种题目的话 你一定要考虑 一定要关注 题干当中有没有特别强调 安全环境 信息安全这方面的一个考虑 这个这方面控制的一个 这个制度的设计和执行 如果没有 他再说电子方式的含症的结果是满意的是有效的 那就有问题了 对吧 就说如果没有考虑安全 信息安全安全环境的一个营造 没有这方面的控制的话 那么这种回函可能可靠性就会受到影响啊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关注 正是在这种信息化数字化的这种推动之下 这些年呢我们国家对于电子方式的含症啊 其实这个大力的推广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是吧 也出台了一些这个举措呀 政策要求啊等等 那比如说要求像这个提到了说 银行业金融机构啊 应当指定专门的部门来负责 这个含症回函的工作啊 那让这些部门来专门负责这些工作 其实就是强调了说这个 你银行要认真地对待这个含症的回函啊 这几年跟银行存款含症有关的 刚才我们举例子也举到了那个绿大地的 对不对 然后当然了那个是更多的是说 他没有向银行去含症 对吧 那么 最近这两年有的事件 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这些我不点名哈 这里边这个还真的就涉及到了 可能跟这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这种回函啊 这个需要更加的有力度 更加的规范的行为啊 这种强调有一个关系啊 所以呢我们也出台了一系列的举措 就是在这个银行回函当中要特别强调啊 就是要对他认真对待严肃对待啊 并实现集中处理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金融机构和第三方平台 要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啊 这个基于安全可靠效率的原则来推动 含症数字化的工作 其实就是不断的让含症更有效率 同时更具效果 好刚才呢我们是从这个寻证含发出过程当中 给大家介绍了相关的控制 介绍了我们应当采取如何的行动 在不同的这种含症方式下 避免这种串通舞弊啊 拦截篡改啊等等这些行为的出现 或者是说降低这种行为 可能会对我们的含症带来的这种影响审计效果的 影响这个证据效率的这种情况的出现 对吧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回含的 就说含症发出去 我们要做好控制 那回含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同样也做好控制 就是叫做全过程的控制 才能够更好的保证我们回含 整个从收 从发到收整个的这个过程 含症的一个可靠性 那么在评价含症可靠性的时候要关注 比如说对于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 像设计和激发 这块刚才已经提到了 对吧 比如说收回过程当中控制的一个执行的情况 还有呢就是对于被寻仲者的这种 受任能力 独立性啊 授权回含的情况 对于含症项目的了解 以及它的客观性 还有就是对于被选计单位施加的这种限制 或者是回含中的限制 那么也就是说大家想一想 就是我们在评价 含症可靠性的时候 这三个方面应该来说都是我们关注的内容 这三点我也希望大家把它记住 记住 这算是客观题 可以出题的点 对吧 你看这三点其实也是从三个层面 三个角度来分析的 第一个角度呢 就是说我们整个的含症的这个过程 你从行政函设计 到行政函计发 再到行政函收回 是吧 那么你设计的时候设计的不恰当 那比如说应该是用积极式的 你用的消极式的 那个不合适 对吧 那记发的过程当中 如果被拦截被篡改 或者是存在这种跟含过程当中的 穿通舞弊行为 那影响到这个含症的效果 那在收回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如果你是这个邮寄的方式 然后收回的时候 直接接到了被审单位 那么其实这是从整个的含症 从设计到发到收的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会存在影响可靠性的一个分析 那么这个呢 就第三项呢 实际上是从说具体到被审单位 他在你这个过程当中施加的限制 以及回函过程当中 被审单位施加的限制 对吧 那么第三个呢 其实主要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可能存在的这种限制 一方面呢 是被审单位施加的这种限制 对吧 就是对于我这个注册快诗 韩正 比如说不允许韩正啊 或者韩正过程当中的 添加的各种各样的限制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对方被寻证方 他给我回函了 回函 他并不是诚心诚意的给我回的 但是他也回了 他在回函的过程当中 这个回函件中呢 给我有了一些限制 比如说一会我们会讲到的啊 说这个我们回函的信息 你不能信 对吧 我们回函的信息 不保证是准确的 那你想这些呢 也会影响到这个可靠性 那还有一个就是 被寻证者 他的这种能力 独立性 授权的这种情况 以及他对于你要询问这个事项 你的了解的程度 对吧 所以你看这是三个层面的内容 注册会议师这个角度的 设计 激发 收回 被审单位 以及被寻证方这个角度的 对吧 就是从韩正这个本身的角度出发 还有专门就被寻证者 他的这个能力等等 这些 这几个方面都属于 可能会对于 韩正可靠性成长影响的因素 我想呢 这是从让大家 就是更好地去理解 当然我们做题的时候呢 我觉得 大家也要有一个判断的过程 就是说你要看一下 他问的那几个因素当中 哪些可能会成为影响到这个 韩正 回韩 以及 整体的整个过程当中 会造成这个寻证行 回韩 不可靠的这些相应的情形 要有一个整体的判断 OK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 关于回韩的时候这些 可能的要求或者是处理 对于邮寄的方式 大家想想 我给他邮过去 他要给我返回来 对吧 对于他返回来的这个寻证行 我也要确保 他回来的是一个 有价值的 信息 这个 靠谱的一个 相关的这个回韩 对不对 所以我要看哪些呢 你想跟其实邮寄的时候 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 比如说 回韩的这个人 跟我想问的那个 跟我寄过去那个人 是不是一个人 对吧 是否这个 与注册快译师 寄发的寻证行 是一致的 寻证行是否是原件 还有就是 是否直接寄给了 这个注册快译师 这个 寄给注册快译师的 回韩信 封或者是快递中的 名称啊 地址啊 是否与寻证行中 记载的一致 对吧 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是不是一个人 是不是一个单位 给我回来的 你别 我们说 我给 发的时候 是这个备审单位 他的客户 有北京的 上海的 天津的 广州的 结果回来的时候呢 这四封都是从北京 给我寄回来的 对吧 那这其实就意味着什么 就意思说 我的 寻证行当中的 名称地址 尤其是地址 跟回韩的地址 不一致 那我就有理由 相信这里边 可能就会有问题 对吧 还有就是 这个回游 信封寄出方的 邮车 显示的这个城市 或地区 是否与被寻证者 地址一致 这就是细节问题了 从这个地址上来考虑 是不是一致的 最后呢 是被寻证者 加盖在寻证行上的印章 以及签名中显示的 被寻证者名称 是否与寻证行中 记载的被寻证者名称一致 那这些呢 都属于我们在寻证的过程当中 要去考虑的内容 其实就是 对于这种邮寄的方式 他回来了 我们通过这些方式 其实就是在 不断的验证 不断的在印证 印证来确定 这个回函的可靠性 如果说被寻证者 直接寄到了被寻单位 我们说通常情况下 这种情况就视为 这个回寻不可靠了 不能视为 这个可靠的证据 那么怎么办呢 柱子快诗 可以要求被寻证者 直接书面回复 直接书面回复 就是你要回复给事务所 如果你给了被寻单位 被寻单位 再转交给柱子快诗 转交给事务所 那么这个时候 就不能视为是可靠的证据 再来看跟寻的方式 我们刚才一直谈说 跟寻的时候呢 要避免在现场 就是你这个陪同的人员 跟被寻证者之间的 这种串通舞弊 对吧 那么所以 这个跟寒的过程当中 我们回寒要考虑什么 要考虑被寻证方那边 是不是 他是不是 这个很好的 按照相应的这种流程 来完成寻证喊的一回寒 比如说我可以通过了解 他们这个处理寒证的 通常流程和处理的人员 是不是正确的人处理的 按照正确的程序处理的 他的能力够不够 对吧 然后这个正确的人 是不是了解这个相应的事项 这些都属于正确的人的范畴 那么怎么样去呢 他正不正确呢 是不是正确的人呢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身份 核对一下他的身份 比如说通过观察 他的员工卡 名牌等等 对吧 还要看看 他对于这个正常的流程 是不是很好的理解 比如说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 他没有说我问他什么 他就直接说OK是对的 而是说他拿着我问的这个信息 然后呢 仔细的到他的账上去做了相应的核对 就是按照正常的流程来完成的 对吧 是否在计算机系统 或者是相关的记录中 核对相关信息 那还有就是以电子的方式 我们说电子的方式呢 这种安全环境的营造 是非常的必要和重要的 对吧 所以对于注册会计师来说呢 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个安全环境 那对于我们做题来说呢 也一定要 我也强调了好多次了 要一定要重视这种回函安全环境的创造 它是不是到位了 如果没有 或者是这个安全环境可能是有问题的 那么就意味着说这块有缺陷 就要对这个回函的可靠性 就要打疑问了 是吧 当然说对于电子含证程序 涉及到多种确认发电人身份的技术啊 加密啊 这个数码加密也等等啊 这些程序呢 其实都是帮助我们来将这种 回函的环境予以安全化 就是说创造一个安全环境的这样一个过程 当然如果说注册会计师有疑问的时候 就要去给他进行一个相关的沟通 来进行核实 来予以确定 必要的时候呢 注册会计师说了 电子邮件我们这个回函的方式 我们现在认为啊 不靠谱 或者说我们真的担心 因为现在这种各种各样的情况 导致我们认为它的可靠性太低了 您呢 直接给我来提供回函的这种原件吧 就是这是对于这几种情形下 我们应当采取的在回函过程当中要考虑的控制 那么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就是对于寻证行的一个口头回复啊 我们讲通常情况下 口头回复不能够作为可靠的审计证据 这算是一个大家要关注的内容啊 就是说前面就跟我们前面说的一样 询问不能作为单独的程序啊 或者是询问自己本身如果只执行询问 获取的证据不能满足充分身当的要求 一样的道理 那到这呢 对于回函 如果是口头回复的话 不能作为可靠的审计证据啊 这也算是一个这种叫做下定论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内容 就是大家如果 比如说我们说一道出题 直接说了 这个采用口头的回复 或者打了个电话 我们说这个通常不行啊 还要获取进一步的证据 对吧 比如说我们可以要求他提供直接的书面回复 如果还是没有回复的话 看看是不是需要实施替代的程序来支持这个口头回复当中的信息啊 不能直接说口头回复的信息就作为我充分身当的证据